国阵以王者回归的姿态 在人民的委托下 名正言顺的重长古城 马华工会也攻下了 吉里旺和马街在野两个议席 取得零的突破 马华马六甲州联会主席 拿督林万峰认为 无关执政与否 基层服务到位是至胜的关键之一 不过马华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必须从政策落实 和人民服务方方面面继续努力 才能在来临的大选 得到人民的信任及委托 马华竞选七席 最终在其中两席突围 身为胜选者之一的林万峰指出 加州选民这一次给予马华委托 意义重大 虽然成功跨出第一步 但马华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这名后任吉里旺州议员 接受马新社电视访问时指出 在对垒民主行动党的选区 特别是在华裔居多的城市型选区 马华还需要深耕努力 循着全民路线 辅助州政府制定立会大众的政策 在我们一些我们没有当选的区 要赢回这个选民的支持的话 重要的是它不只是这个个别候选人 在这个选区的表现而已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个获得人民委托的组成政府的 他在未来所出台的这个政策 所推动的一些工作方针 施政方针 必须是一个我们说的符合 全民路线的一个政府 林万锋强调 马华不会将行动党视为宿敌 尤其是选举结束之后 双方更应该成为合作伙伴 一中求同 齐心为甲州人民谋取福利 我们是在这个政治上 大家的理念路线信念不一样 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 成熟的民主机制下 在选举过后 大家应该放下这个政治的旗舰 成绩出炉过后 应该就是我们说 把这个政治的这个因素 捡到最低点 给予这个整个行政工作的配合 这个应该是成熟民主机制 林万锋承诺 就任之后将加速建设 州内的农业灌溉系统 提升卫生医疗体系 重推人民组务计划 也会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对于是否会卸下 冒工部副部长的职位 做好准备受为甲州行政议员 他表示一切职务安排还在商议中 马西社电视 叶士尼 马六甲采访报道